剛剛也有特別提到 在9月的降息 幾乎是已經板上釘釘 市場認為在今年 很有可能會降三次 一次在9月份 接下來11 12月 也可能會各降一馬 我們要請教鄭教授 接下來如果說降息的話 在今年還會降三次的話 那麼有沒有可能迎來 這樣一個局面 就是股債雙漲 我認為股債雙漲是必然的 明年的話應該 台股的話跟債券的話 都是一個多頭市場 明年還是走多頭 對 那現在的話 美國到底要不要降息 它是井上天花而已 我們講到直立倒掛 十年起工再直立 跟兩年起工再直立 以目前兩年起工 再直立大概3.9以下 這個是3.8以下 現在還有直立倒掛 過去我們講到直立倒掛的話 一定經濟衰退 但是這次倒掛很久 對 所以以目前來講 這些為什麼過去的經濟指標 大家發明出來的 來看說經濟是不是會衰退的 這個指標都沒有用 好像不適用 為什麼不適用 很簡單 就是美國實施QE之後 那全世界的話 市出以目前還有七點四兆的美金 那透過貨幣層數的話 這個錢是 我就說錢淹到天花板 所以現在的話 只是井上天花 那當然如果這一段時間 如果你看到兩年起工再直立的話 它往下跌的幅度 比十年起來講的大的話 那九月份就有機會降糧 為什麼 因為十年兩年起工再直立跟聯邦基金的立立是亦步亦去 所以我們就好好去觀察它 那除了這個之外的話 我們看到新台幣最近的話是相對是強勢 對 那這個當然我一直在講說 台股如果要走一波真正的一個行情的話 應該就是第一個臺幣要升值 那以目前臺幣升值 台幣的走勢很重要 對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講到的 就是以目前臺股 只是一定要站上季線 季線往上揚 那這個一定要透過誰的幫忙 透過臺電跟鴻海的幫忙比較容易 但是鴻海跟臺電等這些個股 前資股的話 現在是變成外資的人質 為什麼人質 因為以目前外資在企業裡面的話 大概還有三萬七千多口的空單 那如果他沒有把這些人質的話 硬硬好的話 那只要這些漲上來的話 外資可能在企業裡面又會虧了錢 所以以目前就是三角關係非常複雜 那這個會慢慢的 應該從過去的經驗來看的話 很有可能到九月中旬 或十月初的話 我個人認為整個這種糾結的話 應該就會慢慢的擬清 那臺股就開始股跟債會走一波行情 所以教授覺得在今年的下半年 包括在明年都是走多頭行情 外資進空單的這個部分 所帶來的引用 你覺得接下來就會解決 對 為什麼我會這麼講 你為什麼臺電非常有機會 因為臺機你要知道 隨便的話 在2025年的話 在比利時的所謂的特用化水 開始不能量產 那他開始不能量產的話 現在關係到過去 我們七奈米 五奈米 必須要用這些所謂的半導體清潔劑的話 可能三星 五奈米 七奈米 都可能沒辦法做 那三奈米根本不用講了 三奈米的話 用11元的特用化水 可能也做不出來 那以目前來講 臺電過去 請了我們國內有三家化工公司 理念的去做所謂的半導體清潔劑 那這個半導體清潔劑 最後的話只有新英才做成功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 所有的特用化水 UV DUV 它是規格最高 毛利最高 第三個就是半導體清潔劑 所以在11元的話 到2025年的話 它開始不生產的狀況之下 那問題來了 三星可能沒有辦法 我剛才講到 五奈米 七奈米都沒有辦法做 那英特爾呢 英特爾還好 它就從比就是 11元的話 在美國有做一條產線 專門給英特爾做 但是這個問題來了 因為這個會污染 所以美國會跟它罰款 那英特爾一直補充 那英特爾最大問題 集體電路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台積電明年的漲價 會比我們現在思考的 弧度會更大 那弧度會更大的狀況之下 我為什麼講說 明年還是一個多頭 因為今年到第四季的話 大家會比較高興一點 未來雨露精湛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一萬八千 一萬九千 一直到兩萬四千 四百點的時候 這一段期間的話 就是這 L4 台積電廣達 蓮花科 紅海 帶動的 有的人沒有台積電 紅海 比較少的人 就不是很高興 但是你看這一段期間 我們的櫃台指數 相對是強勢的 對 那所以中小型 應該會帶動 那所以我們過去都 這一段期間很多人 在看到台股的時候 都往往會講說 要打第二隻腳 那是過去的經驗 但是如果我們 類推這一段期間 我們知道 很多人不敢買 都覺得還會再拉回 打第二隻腳 認為說打第二隻腳的時候 再來買 為什麼 環境製造情境 情境製造恐慌 那你看 你這把擦過對不對 你怎麼看就跪了嗎 不是 都是跪不怕死人 人怕死人 所以你看 我們從2011年 那個COVID-19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這邊爆大量 爆大量之後 是不是亮松 對 為什麼會亮松 我剛才講到 第一個 有人會跟他講 第二個是什麼 你本來是買 這檔股票的人 賺到錢對不對 你覺得很厲害 臺灣抱歉 你去買米股 你的換股 一直換的話 成家量是不是會大 那現在的話 你一般來講 我買股票要賺到錢 會怎麼樣 會就是賣掉 賺一點點 就換股 但是如果被擦到的話 就在那邊祈禱 我只要回到 我原來買的價格 就好了 我要的不多 但是你要的就很多 因為你買錯了股 那所以你從這一個 我們要看到這一個 再加上你過去 我們從一萬八千六百一十九 得到一萬兩千六百八十二 這一段期間 同樣的 它也是一個危險緩轉 那所以這一次的話 也是危險緩轉 所以整體來講 所以到了我們下半年 也就是第四季來講 我想投資人都會很高興 只要 我說講到六十歲了 只要能呼吸 就全部都贏了 那你只要在股票市場 你只要能夠 還存在的話 你就有機會 那我認為 第四季就是你的機會 那第四季的話 很有可能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中小型的個股 有機會的話 但是也要請教教授 到底怎麼選股 大家知道這個降企之後 也是對科技股有利 那麼之後在選股 有哪一些這個方向 可以參考 我看你旁邊有兩道光 我實在是講 也有關聖地間 要財神雷的光 一個是我們的 天使的光 那這兩道光的話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 是未來 它的現代是大爆發的 如果沒有EPS的話 很多 沒有EPS 做支撐 做基本面的話 它往往 漲上去之後 跌下來 從此以後 再也不會漲上去 可能要等了好幾年 好幾年 但是我們現在是看未來 它的業績會不錯 或是它的毛利率 會提高的 那我個人認為 以這一段時間 iPhone 16 是不是又要出來的 鏡頭 但是大家覺得 今年不會有換機草 你看今天 不是那個黑猴子悟空 它這一段時間 不是只有短短的一週 是不是賣了一千套 那這個會 MV的話 因為比較高 這個會換機草 學校現在是不是開誰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像雅光 那雅光的話 最主要是什麼 一般來講 我們鏡頭 最主要用的就是 車用鏡頭 跟手機 那你看喔 車用鏡頭的話 過去的話出貨大概五十萬 五十萬顆 那到年底 它可以成長到五百五十萬 所以成長一百一十 對耶 那再來的話 3D雷打 雷射光打產品出貨會增加 重點是人型機器人 現在說到 那個人型機器人就是它 那重點還有瞄準器 現在是不是地眼政治風險 非常危險 所以這一檔個股 我再次來講的時候 它漲了一波 那差點被人家抓去關 所以它這一段期間的話 為了不抓去關 它必須在這一段期間 那個充 當充不能太多 再來的話 另一道光就是先進光 那先進光 我再補充一下 這個營收創了一百五十四個月的新高 應該有機會繼續創新高 那這個先進光就厲害了 那以你看 先進光的話 第三季iPad正式量產 一季的話 貢獻光學鏡頭成長百分之110 那再來指引變是聯想HP 所以我們看到7月份 它的一級是創歷史新高 這個會再創新高 這個會創新高 這個創新高 所以先進光亞光 它其實成長幅度 都是翻倍以上的成長 所以這個你要注意一下 它應該有機會 營收一直創新高 那再來的話東科KY 那我們這一段期間 亞光跟東科KY 人家跌了4700點 它的技術面來講 它還是站上季線 季線往上揚 所以整體來講 你看它的營收也是一樣 大幅度的成長 最重要是什麼 三立三升 而且你看到我們這個面板 將來會一來一爆 一來一爆的話 三把那個影響才會好 所以整體來講 它上半年出一 賺了六塊錢 下半年我們一股 這個參考 它可能賺九塊錢 那十五塊 OK 那如果以目前本益比不到十倍 所以後 後續這三檔股票 我們繼續看下去 不一定有下一次 來上這個節目都大漲 所以這個瓶蓋股還是可以留意的 並不是大家所說的 這個沒有換基礎 剛剛是教授 但我們看到的是在九月份 如果降級之後的一個 選股參考的一個方向